Lio聊世紀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高面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Viper 這邊是選擇到了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特色是 吃果子輸得特別快 農田有免費的升級 騎兵路線有血量加成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新手騎兵文明體 但是他後期攻兵路線非常弱 沒有三級射、三級攻兵鎧甲都沒有 所以後期攻兵路線通常只能靠火槍跟火炮 作為後排的火力輸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選擇的文明是高冕仁 高冕仁的特色是他的義次元農田 他的農田不需要放到城鎮中心裡面 或是模仿裡面肉 就可以自己在農田裡面自動回收肉了 所以他的肉類採集速度是很快的 他的主力也是騎士 但是他沒有遊俠 他的主力同時也是大象 移動速度最快的毛相夫 跟傷害最高的毛相夫 就是高冕仁 後期通常也是跟法輪客一樣走步騎作戰 但是他的馬攻路線跟強弩也是能走的 雖然沒有拇指環 但馬攻路線有安息人戰術 三攻三防都有 所以高冕仁後期的能力不錯 只是缺了一個火炮 所以在於打工程器方面 還是會比較依賴騎兵去克制工程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MBL 這邊的地圖地形是前面有一塊黃金 上面也有一塊 兩塊黃金的位置比較尷尬都是偏正面的 那Viper這邊反而是很不錯的 一個在右下角一個在左邊 兩邊的位置的黃金處都是一個很好的開發地區 這邊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也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 都很舒服 挖礦挖得爽爽的 那前面這個主金是前期的一大問題 但是應該圍出去一點點 就沒什麼問題 這樣稍微圍出來一點 果子跟黃金都圍出來 那問題就不大 這邊就先圍死 暫時圍死 那Viper這邊前期地圖還算是不錯的 那MBL這邊的地圖的話 還OK喔 兩個墓區可以讓他前期守得很好 那後面這裡也可能要拉過來 要圍得非常大才行 目前看起來兩邊地圖都不錯 好 MBL這邊出發了有點早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兩邊有沒有抽支部 誒 不是要出發來趕路 這裡有一隻路是他的 那他的路怎麼那麼遠 好 那Viper已經把自己的路已經趕完了 18P剛好出門 準備來升時代 MBL並沒有抽支部 Viper也沒有抽支部 兩個都是很正常的開局 但是Viper都按了一吋 19吋 然後點支部 這裡要補個房子 那先補個均勻如何 好先補均勻 這裡也可以補一個房子 開始把這裡慢慢給圍起來 好這裡兩隻村民繼續在柴果子 柴果子 左邊這裡圍死 喔來得及嗎 這一村快被抓 尷尬了Viper 圍自己 圍得起來嗎 走 但是MBL貼得很近 沒辦法 MBL最後還是蠶死在了MBL的手上 MBL現在開局獲得一吋優勢相當舒服 一到封建世代一農一木點下了 Viper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一農一木的開局 這裡戳一下槍兵 兩隻刺猴 一隻滿血的 Viper不能打 現在MBL的馬已經開始慢慢噴出來了 左邊稍微微一下 Viper最近終於開始圍家了 圍家就代表他有點認真 通常他比賽都會圍 天梯沒什麼圍 如果天梯也圍了 就代表他要開始動真格的去練了 不要再練反應了 他的反應是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先圍個家 對把家裡圍起來 MBL這場要遇到的就是動真格的Viper 動真格了 MBL這邊要想辦法把家裡給圍起來 要這樣往下圍嗎 這樣往下圍的話也是可以的 現在轉出了射箭場 小公已經準備要來出門了 右邊稍微看一下有沒有溜過來 MBL做個偵查 但是Viper並沒有這個想法 他也是在做個防守 但其實他家裡已經守得差不多了 上面這裡圍出去了 沒什麼問題了 問題是現在經濟 要不要停肉馬 去上封建 上城堡時代 但是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Viper這邊有 法蘭克的血量騎兵優勢了 只要對方沒點下品種 自己的血量永遠都是比對手好的 54點 唉唷 大概是MBL 一聽到我這句話 馬上點品種了 OK Viper本來想要用自己的騎兵血量優勢 打一個大封建 好點下一級馬凱 哇按了13隻的肉馬是真的有點多啊 好這邊 可不可以五三櫃開門 不敢開 四隻公兵直接蠶死在這個位置 還有兩隻沒死 哇靠 Viper這一波一個衝鋒 馬凱沒有好就直接上了 但沒有關係 損失兩匹嘛 OK 這一波壓力很大 來看一下MBL這一波的壓制 現在品種已經點下65滴血 對上54點 法蘭克沒有品種 所以現在打起來會有點弱勢 好但是弱勢的話 那我們的槍兵 跟騎兵 數量再更多一點 就沒這個問題 OK上面兩邊互打 正面直接逼退 MBL這邊的弓兵要全部死去了 肉馬雖然史萊斯太多 大爆馬 18分鐘 13隻馬 21片田 這就是法蘭克 法蘭克免費的農田技術 讓他前期的經濟非常舒服 果子肉採的也非常多 非常的快速的採完 現在肉這麼多 MBL有點痛苦 要不要轉一對槍兵來擋了 現在MBL 不轉槍兵 法蘭克也沒有射箭場 按個槍兵出來擋下 其實很不錯的 但是MBL沒打算要走槍兵 繼續走弓箭手 看起來是 不太想要花費更多的肉 在這個槍兵身上 想擁有更多的主動權 這是一個爆馬戰爭了 看起來是你爆馬我爆馬 誰爆的馬最多誰就贏了 這裡有個洞 27 來朋友應該有看到 這個快要挖完 好拉兩隻村民 過來蓋一下房子 好點下城堡時代 現在法蘭克一公一房 看MBL這裡也是 好這裡一個高打低 稍微反擊回去了一下 好這裡又重新拿到了高低優勢 看這邊高低優勢 好像數量不夠 VIPER這一波的肉馬全部要送光 漂亮了MBL 這一波全部慘死 VIPER第一波的肉馬優勢 引擊消失殆盡了 太快了VIPER 這一波送的有點快啊 好等一下城堡時代 還有一擊挖機 好三個馬就 要小心了 對方MBL可能會衝進來 村民沒有辦法圍 找個機會再圍一下 把這個金礦圍後面一點 殘血拉走 OK 防守做得還不錯 OK 爭取到了更多的時間 開始爆馬 好這裡低調 再圍出去 圖一個城鎮中心 騎士出門了 MBL這邊還在按馬 待會要點個輕騎兵 大家會說 欸 要不要輕騎兵 怎麼打得贏騎士 確實現在是很難打贏 但是現在只要堆積數量 待會到城堡時代 就可以直接轉輕騎兵 傷害喔 還是有7點傷害的還不錯 好 當然MBL 這裡沒有先點輕騎兵 是點下了二級射箭 這是什麼樣的想法呢 好 這一波騎士 不撞一下 MBL沒有被肉馬吸引走 這邊要趕快進行進攻了 好 這裡攻兵路線要繼續走嗎 裡面有屯攻兵 但是走攻兵加騎士的路線 就意味著很正面的騎士 數量會很少 怎麼辦 卡蘭克在這個時間點 唯一的優勢就是免費的二級農田 現在肉類會更穩定一點 木材消耗會更少 那MBL這邊是點了二級爬木之後 沒有點下二級農田 這邊會因為二級農打出經濟差距嗎 好 這裡 沒有繼續打算補 選擇了 兩TC開農 Viper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兩TC 那待會這邊可以再補一個城市中心 待會就可以開始來挖石頭 或是這邊補TC也行 都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直接補在這個位置 沒有打算往外開 好 現在不想讓對方有溜馬機會 MBL點下二級射之後 沒有繼續轉弓兵 所以這個二級射的投資 是好還是壞 不得而知 我是覺得這個二級射 感覺沒那麼必要 攻擊手在這個時間點 既然你沒有想要選走弓兵的情況下 點二級射的影響力就會很差了 除非除非除非 你要用這個保推方式 或是在轉一些其他的劍塔打法 這個二級射才會有他的CP值 不然現在這個二級射點下去 也只有Viper去衝他的城市中心的時候 才會有效果 二級射現在點完之後 點下來二攻 先點攻擊力 Viper這邊是有看到對方有弓箭手 所以選擇了先點二防 但其實MBL並不是真的想要走弓箭手路線 這就有點尷尬了 到底要走哪個路線呢 這裡把這個殘血的防止砍掉 第一時間MBL沒有做出對應 而是把兵繼續存在這裡 肉馬的血量有點慘 六隻肉馬 拉個勝率過來補血 所以只出動了滿血的騎士 有一隻殘血的騎士在這裡 攻擊手稍微擋一下 但是很癢阿 射一下兩滴血還是有傷害 還不錯 稍微擋一下還行 兩個防止殘血 這個要拉村過來修理一下嗎 感覺MBL是故意 Ryper也是故意把他打到殘血的 待會他如果真的不休 回來再打個幾下 就可以直接衝進去了 這個是想讓MBL大意嗎 有點傷 好 這一隻騎士衝過來 反而被招牆 正面高打釘 順利的反擊MBL騎士回去 Ryper開始點出了 2級攻 3TC弄得非常舒服 法蘭克的經濟就是這麼的好 18隻騎士 好 現在MBL要打贏對手的話 現在其實也可以考慮走大象肉馬路線 那大象肉馬路線的打法的優勢點 是正面突襲能力很強 但是很難去擁有主動權 最主要是因為跑得不夠快 如果你就算要防守用大象的話 也追不太到騎士 所以為什麼不走城堡塞大象 有一方面是害怕第一方的招翔 還有一方就是主動權的優勢不夠大 只要沒有把對手壓在家裡的時候 大象的影響力就會小 所以為什麼大象霧線很少出現在實彈中 就是他的移動速度的問題 中規就是移動速度的問題造成這個大象很難打 但是高冕的大象已經算是跑得很快了 所以也不會說完全排除高冕出大象的可能性 這三隻生旅沒有空好 直接送光送三百斤 簡單了這些騎士要助打了嗎 這裡打起來好像NBL會輸 MIPER這邊有高地優勢 好直接下了高地 但是MIPER這邊想要被引下去 但是其實沒有被引下去 但是後方的左邊騎士雖然有點少 這一波打起來NBL會贏 嗎 好像不會 好奇怪 哇輸了輸了輸了 沒辦法沒辦法 MIPER這一波 三隻騎士這個分推 好三旅再吃出來 這一波互打之後 MBL有點小小劣勢 三隻騎士還衝進來 控到了這些村民 家裡有點難受 但還好有二級射 二級射 射騎士傷害還不錯 好射到兩隻騎士 但是村民還是被砍到了八隻 死傷還是有造成 好這一波又來 裡面打完換正面 好再讓你收村 好 MIPER的騎士數量非常的可怕 殘血的拉回家 開始讓這些僧侶過牢一下 乃到過牢 那法蘭克人本身也是有草藥治療 但是需要一棟城堡 才可以讓這些騎士 好住進城堡裡面回血 所以現在可能要挖出一棟城堡 是當務之急 唉唷 真的是把這個殘血的房子打掉 MBL沒有補房子 這裡再度殺了進來 果然是個伏筆 MBL 尷尬 又被人家溜進來 這裡要被收村 又要收村的話 經濟就會很差 但不收村又不行 哇 又死了幾村 透明差距 明顯被打出來了 90村對75村 上面的騎士 再度一個雙線 再對砍 Viper這波優勢 賺到了非常大 比剛剛那一把還要更大 好 這邊騎士血量拉一拉拉 拉到了23隻 血量來到2200 還順利招搶到了一隻騎士 好這波MBL的節奏慢慢被帶走了 慢慢的要被帶走了 這波騎士再衝撞過來 招搶一下 招搶到了一隻騎士 第二隻 來不及 還是被砍掉了 好MBL要來壓寶了 但是MBL的騎士是不是有點多啊 28隻的騎士 兩邊都是無情爆馬路線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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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L這一波 二級馬凱下的有點慢 好 那現在目前的狀況 對Viper來說還是相當有利 村民處領先之外 MBL也沒有錯過騎士 去偷抓Viper的村民 這邊有兩隻青刺猴來打 雖然有機會 但是並不多 這兩隻刺猴 能造成的事情有點少 好 那 白盆這邊被迫收村 好 上方這裏防守 哇 MBL這波擋的有點極限 上面的騎士要衝進來 這一坨騎兵數量有點龐大 左邊也有右邊也有上面也有 白盆的窒息是騷擾又來了 哇哇哇 這邊這一坨騎士雖然Viper送掉了 但是這根殘寶也是順利的蓋起來 好 現在騎士數量慢慢變少了 現在MBL 繼續噴馬的話 經濟可能會跟不上Viper Viper的資源量已經非常多 但是轉重動場槍兵可能也沒救了 直接失去主動權 雖然正面打得贏 但是對方已經開始控除 已經自己上出了 自己出門的權力 這邊一旦出門就要繞過這根寶 現在進攻路線會變得非常單調 MBL也不用太過去防守正面了 這裡指揮MBL只能一路往前推 加上便宜城堡效果 開始深插你的城鎮中心也沒什麼問題 好 MBL 這裡打算要走個多線了 這波騎士 24隻 27隻 這樣騎士變得很多 好 砍掉 漂亮 好 現在騎士的數量來到了41隻 41隻的數量 40隻的騎士 兩邊的騎士數量 差不多 Viper這邊準備要來升帝王時代 MBL這波騎士一定要做到點試騎 好 Viper就這樣讓他溜過去了 你要確定了 Viper 家裡完全沒有騎士可以防守 這波MBL肯定要送進去 家裡沒有槍兵防守 MBL 這波換家 沒有轉槍兵 還是要轉大象 現在轉大象來得及 但是Viper第一時間 手是MBLTC MBL也是 這波換家 誰先會先手 Viper獲得了先手優勢 拆掉了第一個成人東西 裡面死傷非常多 後面騎士 4隻砍得非常舒服 MBL村民書 史上已經來到快要60隻 雖然這波Viper也是 史上也是開始有大量突然出來了 但是現在MBL這波不管了 這波就是跟你換 但是兩邊用交換的 結果是MBL肯定是會虧的 一人待會升到時代之後 MBL將失去了時代的主動權 而且也不會有任何的優勢 完蛋了 這一波Viper衝進去 砍掉了一堆村民 這波要交戰了 33對31 MBL決定棄戰 不跟你打 留了三隻騎士衝進去 但是被Viper家裡的騎士 守租待兔 這波MBL回到高地防守 高打低 又是打了回來 MB退了回去 兩邊數量差不多 我覺得MBL待會可能會 帝王勸退啊 看到帝王就只能退了吧 經濟差了有點多 36對42 差了6千支援 好這波騎士 Viper可能不想送 但是你一直過來 我就只能打了 不打不行 不然村民又要收村 好上 這一波打起來 Viper的數量稍微少了一點 MBL補了一些騎士過來 Viper左邊騎士也補了過來 兩邊騎士互相增援 兩邊是讓騎士還有三幾隻 正面的MBL騎士量不太夠 回到高地做鞋防 好高打低 效果還不錯 開始有點抗住正面的感覺 等Viper的帝王實在 還有一秒鐘的升級好 雖然Viper的騎士好像有點劣勢 但是還是獲得了勝利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波MBL最後的一波 沒想到沒有辦法把Viper給帶走 Viper最後還是抗住了這一波的騎士勝利 那村民差距來到了 後面已經來到快要40寸 真是沒得打後期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Viper拿到全面勝利 石合勝是贏了3000度 歪了3000度的石頭還是經濟 全部都是贏的 MBL真的後期沒什麼希望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